自往前行驶经过苗栗台三线146公里处时 原本开得好好的不料突然一颗石头从边坡滚下来 驾驶根本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遭落石突袭发生在6号上午7点多 当时驾驶开着货车要到大湖乡采收高街里 却在经过台三线146公里处时 边坡突然滚下一颗巨大石头 驾驶自称根本杀不住直接撞上 不过幸好只有车前保险桿毁损 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警方已经依交通事故相关规定 办理排除现场落石 不过受到如臂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苗栗山区降下豪大雨 造成部分路段有土石摊坊问题 包含石潭乡台三线118公里处 大湖乡苗62线与苗62之二线口 泰安乡苗62线5.9公里处 都在近期曾有落石滚下 警方再次呼吁民众经过这些路段 要多加注意 有移民众经过 居民众经过 助尽民众经过 生意中比